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把自己的心扉向你敞开 我还需要待在这里两个星期 然后我打算去某地的矿山考察 实际上这些并非我所希望的 我这样做无非是想靠近滤地再近一些 仅仅如此 就连我自己也对这颗心感到可笑 可是我依然服从了内心的决定 亲爱的朋友 我感谢你送过来的两片西面湖边的红叶 我没有回信 因为我压下了写信 一直在等待着我的辞呈被朝廷批准 只是恐怕我的母亲要求去见部长 使我的打算落空 如今我的辞呈已经被批准 可以按照计划行事了 我实在不情愿让你们知道 他们不舍得离开我 部长给我的信中如何措辞 你们获悉后会怨声连连 王储送给我25个杜卡登 当作辞职金 总而言之 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泪流满面 上一次我曾去信讨要费用 如今不再需要了 一到明日 我便离开此地 途经之处距离六里远 就是我的出生的地方 于是我很想感受一番童年曾有的期盼 将那些满是幸福的日子重温一下 自从我的父亲去世以后 母亲便带着我将脚步迈开 离别了这个终生难忘之地 在难以忍受的城市里禁锢自己 这次我要进入那同一扇大门 再见 我亲爱的威廉 旅途中发生的事情 我会在信里详细描述的 五月九日 怀着向圣徒对圣父的景仰之情 我结束了对故乡的朝拜 我激动难耐 因为有了无法想象的情感 那株大菩提树 位于离城走一刻中 就能通往SD的路旁 于是我让油车停了下来 然后让油车继续往前开 我就一路散步过去 边走边想起往事 让自己能够重温那些生动的温暖过去 我就在菩提树下站立 在我童年时 散步就以这株树作为目标和界限 昨日早已如烟逝去 再难追回了 少年的我天真无知 无比渴望着能够到达更广阔的天地 让自己的心灵汲取营养 欢想快乐 充实和满足我的胸怀 更加舒畅自如 如今 我重回故里 我亲爱的朋友 我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 带回来的却是破灭的希望 失败的理想 面前的高山 我仰望着 那时 我曾千百次地想去攀登 我可以在这里尽情地想象 希望能够把高山翻越 在森林和山谷中遨游 流连望返 森林和山谷 在我眼中 是如此的亲切 神秘 要到返家的时刻了 对于要离开这个可爱之地 我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越来越接近城里 我问候那些老朋友般的古老花园房舍 却反感那些陌生新建的房舍 进入城门 我一下子完全找到了童年 我亲爱的朋友 根本不用详细到来 对我来说 这里如此的迷人 说起来 却恐怖非常单调 我下了决心 就在集市上投诉 就和我们的老屋 有着一墙之隔 走到那里的途中 我看到了那间教室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被一位认真诚实的老太太管教着 把童年度过 如今 这里却变成了一家杂货铺 这里的四壁 被灯光漂白 使我记忆起了当年 所体验的哭泣和不安 心灵的迷惘和恐惧 我走的每一步 都伴随着无数值得回味的往事 就是到了圣地的朝圣者 也无法遇到这么多值得回忆的圣迹 心灵也难以装满 如此丰富的经年激情 值得一提的是 记忆里有一颗最为璀璨的灵珠 沿河而下是一户农家 当时我常常走这条路 当年 我们几个男孩子 常用扁石块 练习在水上 比着打水漂 我记得一清二楚 有的时候 我就站在原地 将那河水凝望 随着河水 流动着奇妙的预测 我想象着 河水流亡之处 必定不可思议 没过多久 我就到了大脑空间的边缘 但我的想象力 仍然继续驰骋 不停地驰骋着 直到尽头 消失得无法看见 你看 我亲爱的朋友 虽然我们卓越的祖先 见识有限 但又是如此的宜然自得 他们的感情 他们的诗歌 是如此的天真无邪 当奥德修斯 弹起无垠的大海和陆地 令人如身灵其境 如此亲切真实 幼稚 神秘 眼下 我可以告诉全体学生 地球是圆的 与我来说 又有何用呢 只需一小块土地 人们就可以安居乐业 如果要安息长眠 一泡黄土便已足够 当下 我到达了侯爵的列庄 这位侯爵为人真诚淳朴 我和他能够融洽相处 然而 他四周的人非常怪异 让我根本不能理解 看起来 他们并非阴险小人 却也不似正人君子 偶尔 我认为他们是正人君子 但是依旧无法信任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 侯爵高谈阔论的 总是来自道听途说 或者印字书本 他对于事物的观点 都是人银一云 没有自己的见解 他对我的智慧和才能 非常重视 却对我的心不太重视 我的心 才让我引以为耗 只有我的心灵 才产生了一切力量 一切幸福 一切痛苦 啊 我明白的是人皆知 唯有自己的心 才真正为自己所拥有 五月二十五日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计划 在计划实现以前 本不想让众人得知 现如今计划完全失败了 因此但说无妨 原本我想去参军的 在我心中 此事实为夙愿 而打消掉我参军这个念头的原因 主要是接下来的事情 我才跟随侯爵来到此地 他现任某地的将军 有一次散步时 我向他说了自己的打算 他劝我把这个念头打消掉 除非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 而不是头脑发热 要不然 我最好听他相劝 解决好基本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 六月十一日 随你这么说 我无法继续待在此地浪费时光了 要我在这里能有何作为呢 我认为日子极其荣常无趣 侯爵对待我 可谓是人至意尽 不能再好了 我却总是无从找到自在之感 我们之间毫无共同预言 他比较有理性 但那理性却极为平常 和他来往 其实不如埋头苦读 更为愉悦 在这里 我还有八天可待 随后 我又要四处漂泊了 我重新又拿起画笔 这可以做回 我在此地做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其实 侯爵也颇有艺术天赋 如果不是被那些枯燥的科学概念 和一般的术语局限 那他会有更强的感受力 有的时候 正当我满怀激情地 向他尽情描述自然和艺术时 他却突然插入那些艺术的陈词烂调 自以为得意 实在是我恨得垂胸顿足 一点没错 我充其量是个流浪者 漂泊于尘世的浪子 难道你们不是如此 6月18日 我要去哪里 就让我把自己的心扉 向你敞开吧 我还需要待在这里两个星期 然后我打算 去某地的矿山考察 实际上 这些都并非我所愿意的 我这样做 无非是想再靠近滤地些 仅仅如此 就连我自己 对我这颗心 也感到可笑 可是 我依然服从了 新的决定 6月29日 不 这太好了 一切都好到了极点 我 她的丈夫 啊 主 您将我创造 如果 您将此幸运 赐予我 我将一生向您祷告 我不会抱怨 饶恕我这些泪水吧 饶恕这些 我的痴心妄想 她 做我的妻子 如果 我可以紧紧拥抱 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每当阿尔贝特 将她的 细腰搂住 我亲爱的威廉 我便会全身发抖 我能够将自己的真情流露吗 为何不可 威廉 她如果和我在一起 比和她在一起 要更加幸福 啊 她不能将她的一切心愿满足 某种情感 阿尔贝特 她是缺乏的 缺乏 唉 随你去理解吧 如果读到一本好书 在这本好书的某个精彩之处 那么 我和绿迪 就会有心灵的共鸣 但阿尔贝特的心 无法如此 甚至 有许多次 当我们讨论到 某个人的行为时 情况也是这样的 亲爱的威廉 虽然 阿尔贝特她 全心爱着绿地 全心全意的 但是 这样的爱 她单之有愧 原谅我 这时 我被一位讨厌的访客打断了 我已经擦干了泪水 但还是心犯意乱 我亲爱的朋友 再见 八月四日 像这样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 不止我一个人 每个人的希望 都在破灭 每个人的期待 都遭到了欺骗 我去看望 菩提树下 住着的 那位善良的妇人 她的大儿子 欢叫着跑过来 听到叫声 她那母亲 也走了过来 脸上的神情 却非常的凄黄 她见到我 第一句话竟然是 啊 好心的先生 我的汉死死了 汉死 是她最小的那个儿子 我当时 沉默无言 我的丈夫 她又说道 已经从瑞士回来了 但是 两手空空 没有带回来任何东西 如果不是在路上 遇到了好心人 她只能一路乞讨了 她还得了热病 病了一路 我不知道 该如何做大 只能给孩子一些钱 这位善良的妇人 请我接受几个苹果 我就收下了 然后 离开了这个 令人难过的地方 8月21日 转眼之间 我的境地 全然改变 有的时候 一缕欢乐的光芒 会在人生中出现 啊 只可惜 就是那么一瞬 每当我在梦幻中迷醉 我就不禁会 如此的设想 如果阿尔卑特死了 那又该如何呢 于是你 啊 是的 她 她也如此 我陷入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直到那思想的悬崖边 才被吓得缩回来 心惊胆战 等我出了城门 顺着那条我第一次 去迎接吕迪 参加舞会的路 一路走下去 一切都已经 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昨日都已经荡然无存 没有留下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 我曾经有的激情也都逝去了 我发现我自己 如同一个游荡回自己 已遭焚毁城堡里的幽灵 当年 她是贤贺的侯爵 把这座城堡精心营造 而且尽可能的金利黑黄的大肆装饰 临终前 她把这座城堡留给了爱子 急以厚望 但如今 城堡已经瓦砾遍地 9月3日 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理解 怎么可以有另一个人能够爱她 可以爱她 难道不只我爱她 爱得如此真切 如此忘情 如此缠绵翡测 而且除了她 我什么也不理解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有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 谢您的收听 演唱� weren't 烹节 剧场 ulo conv业 器